好 接下来看到玉里高中电商科学生 在老师以及夜师的协助之下 参加了第四届万能马克丁MKT杯 全博高中职校技数位行销的创意竞赛 一路从预赛到决赛最后荣获了冠军 那么学生表示比赛虽然很紧张 但是收获满满 玉里高中电商科学生 在老师及夜师的协助下参加第四届万能马克丁MKT杯 全国高中职校技数位行销创意竞赛 一路从预赛到决赛最后荣获冠军 学生表示比赛虽然很紧张 但是收获满满 比赛可以跟全国优秀的学生交流 然后也很荣幸拿到第一名 可以在以后出社会的话 在台上可以不用那么紧张 累积一下经验 今天主题是以短影音作品为主 并强调IP人物设定 服以商品或业配方式来呈现 以培养高中职同学 在短影音领域的数位行销和创作能力 预告学生则是以小短片 来介绍玉礼特色咖啡馆以及美食 去台北比赛的时候稍微有点紧张 有点怎么讲好像背负重任一样去台北比赛 用我们的影片去给我们外面的人看 然后以后我们出去的时候也可以帮忙我们在花莲的农人 或者是一些卖自己手工作的作品 然后帮忙行销或者是拍到网路上 预告电商科主任说 让学生出去竞赛 目的就是要能够让学生们互相的竞争跟交流 提供一个展现高中职同学才华的舞台 未来有机会成为自媒体创作者和品牌代言人 为学生们未来在数位行销领域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使他们成为优秀的数位行销人才 记者高双双玉礼正采访报道